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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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石 我們今天在玩這一款 上個月笑月漢花族漢花的 恐怖探索類型的遊戲 幻想的 Terrorim 是這樣念嗎 好我跟我去查這個 英文的單字好像沒有特別的意思 所以這應該是人民吧 應該是吧 好這款遊戲的長度沒有很長 它一周目是5到20分鐘 一共有5個結局 所以我預估一個小時內可以玩完 今晚會玩到結局嗎 因為這款很短嘛一定會玩到結局 可是會不會全部收完就不知道了 好的那我們就出發吧 很好 剛開始我就被嚇到一下 呵呵 看起來是一個小女孩 嗯? 好說 爸媽媽媽在哪裡呢 我 該不會下一句話就說我是誰吧 在Youtube公告 在Youtube公告 好啊我最後在Youtube公告一下好了 點點點 嗯? 啊?就這樣喔? 這款是小遊戲喔很快就結束了 那 先看紙條吧 上面好像貼著什麼東西 呃 我是誰 你果然把自己的個忘記了 嗯? 喔我要取名字 我最不會取名字了 好吧大家幫我取一個好了 你們要取裡面有的好不好 裡面沒有的我怎麼取 呵呵 有沒有最後一個 海鷹 海鷹 剛好第五個嗎 海鷹有海鷹這字嗎 我現在好像有看到 不要啊 舉些奇怪的名字我等一下又不好用 呵 唸出來有點尷尬 好 走到海了 剛說第五個嗎 那 有鷹嗎 應該有吧 好好好好 就這樣 這個 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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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再取了 哇塞 你的名字真的是飄忽不定了 好我們看一下吧 我是誰 這是一個 失憶的少女 我們 我們醒來就在這裡了 爸爸的書櫃 好 有四本書 偉大的音樂家 嗯 偉大的音樂家 弗蘭德 巴魯卡羅拉 寫出了各式各樣的名曲 在虛幻優美的旋律之間 依然讓世間人們為之著迷 但可惜的是 他的音樂在生前 並沒有受到這種事 而是在死後才獲得嘉評 很多音樂家跟畫家 都是這個樣的狀況吧 對我來說有點太難了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都是一個 炒作的一個行為吧 很多都是炒作起來的 震驚全世界的大慘 是距禁已經過了50年了 在從世界各地的邀請來 庶民著名的音樂家的航海旅途中 豪華客輪因暴風雨而沉默 導致多人死亡 的 的 格蘭希爾維斯特號沉默事故 的生還者所說出的真相是 等一下 該不會我爸是 音樂家還是畫家吧 音樂家兩個都是音樂家 神話 季節之花與神話 傳說希臘神話中的女神伊莉絲 能夠用彩虹來往返天界與人界 而與女神伊莉絲的名字 有關聯的是這朵美麗的花朵 變成了宛如天空中掛著彩虹般 給予人們希望的花 啊 那花的名字叫什麼 嗯? 我跟爸爸最喜歡花了 欸? 好像有什麼東西 從書裡掉出來了 得到爸爸便條紙 我們先把所有的書看完 精神病理學 至今人充滿謎團的精神疾病 確實有相當多種類的類型 本精神病理學研究會 將以獨特觀點 對患者症狀進行研究 並認為其機制英語已解明 都是你看不懂的對話 其實我看不懂啊 喔 嗯? 奇怪 我 喔 這是你彈的是不是 好 我 不會彈鋼琴 可是你剛剛不是 欸? 你剛剛感覺彈得很好啊 欸? 為什麼? 媽媽的採訪工具 媽媽寶箱 為了不把重要的東西弄丟 所以放在裡面 啊 有密碼 上鎖了 嗯? 只拉開一半而已 裡面好像放什麼東西卡住的樣子 嗯? 這些孩子的名字叫莉莉 跟 艾薇 他們是雙胞胎 總是在一起 喔喔喔喔 欸欸欸 幹嘛? 什麼? 等一下欸 這根本不像我的家人吧 你把門把給弄壞了 哼哼哼哼 怎樣 完了 有一個 怪人把我的門把弄壞了 媽媽的日記 雖然媽媽說過 不可以翻開來看 喔 欸? 你沒有看嗎? 欸? 我點第二次才可以看了 呃... 還是算了吧 給最喜歡的爸爸和媽媽 謝謝你們一直待在我身邊 謝謝你們 聽我說很多話 我非常幸福 因為我最喜歡爸爸媽媽一直在我身邊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一直待在我身邊 這是我寫的嗎? 感覺好恐怖喔 大家一直都要在一起喔 約好了對吧 我們知道一款遊戲也是約好了 然後發生了 不可緩回的事情 該不會是這個女生 這個小女孩 有精神疾病吧 剛剛手速超快的 把門把扭下來的感覺 媽媽的書櫃 好多 世界最強料理列傳 那位天才料理家 M.哥德 帕迪格 將世界各地的料理完美呈現 超壯烈的調整料理方式 傳統與革新 相互交流最強的料理食譜 在此集結 哇 這個書好像寫得很厲害喔 花語詞典 本書同整的各種花有關的美麗花語 請與知名畫家威爾弗里德 維斯魯傑所繪製的豪華且美麗插畫一起 進入著因花色及地區 而有著不同意義的花語世界 嗯? 喔? 只有三個地方畫了線 那個 艾維 跟艾莉 呃莉莉 莉莉是純潔無垢 艾莉是不滅 就算怎樣了也不會分離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兔子 喔 不是兔子 紅色書旁邊的兩隻王偶上面的名字 下面一個圈圈圈圈圈 就不知道是什麼了 希望之星 這個嗎 莉莉跟艾維 好像是能變幸福咒語的樣子 啊 這什麼 因自己美麗的歌聲而引起的暴風雨的少女 賽任 這樣念嗎 在某天晚上愛上一名從 遇難船上救出的青年 她向海神請求以自己美麗的歌聲作為代價 而得到人類的肺及雙腳 然而 似乎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等一下 這是不是名字 為什麼感覺這些 像這個好像是那個 變成泡泡的那個少女 雙胞胎人偶 莉莉跟艾維總是在一起 他們兩個一體同心 永不分離 今天兩人為了將 歌傳送給那些可愛的孩子 而一起追趕著 沒用的傢伙 將其關了起來 劇情跟你想的不一樣 我也是這麼想 好 我們快點 快點 爸爸的字 我到底 該怎麼做才好 為了能讓她恢復正常 果然還是只能告訴她真相了嗎 她的她是她老婆還是我呢 今晚 就告訴她真相吧 那將領在我們身上 令人悲傷的真相 為了讓她 能永遠從噩夢中醒過來 為了我們能一起面對這無法逃離的現實 爸爸 吃飯囉 媽媽的料理 看一下 這物件好多喔 超多物件是怎樣 每個物件都有那個 喔 每年大家都會一起吃著 媽媽特製的生日蛋糕 一起慶祝生日 總是吃著豪華的料理 欸這該不會要探索兩次吧 我每次探索兩次才會那個 出他事件 喔 喔 喔不要喝 不要喝 好這邊有兩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看日記跟不要喝 好啦我們來看便條 喔我現在要看便條呢 看吧 爸爸寫便條 這孩子是我們的希望 祈願這孩子能成為 如雨後庭院中 所綻放的美麗花朵般的少女 哇這形容也太多了吧 如雨後又在庭院中 綻放的美麗花朵般的少女 的女孩 這句話形容詞超多 好那我們去 我們就 看一下這黑黑的這個門吧 這邊廚房因為很危險 所以如果沒有大人的話 是不能進去的 欸你看起來已經年紀不小了 欸 是不能進去的對吧 爸爸他 什麼時候才要出來呢 唉唷 怎樣啦 這女孩是不是有點怪怪的啊 多試幾次 搞不好就已經進去了 欸各位你把爸爸怎麼樣了吧 打不開 出不去出不去 不要從這裡出去 這女孩是不是 有一點 感覺好像是被暗示說你不能出去的樣子 好我們注意看日記好了 也沒有事情做了 欸先喝酒好了 先喝酒 這女孩發生什麼事情 不能阻 沒關係我們就來喝吧 欸 他壞掉了 完了 頭好暈 輕飄飄的 這樣啊 我好像 很容易醉的樣子 就這樣 睡著吧 你該不會睡一睡就死掉了吧 我們得到第一個結局 大人才可以喝酒 好對不起啦 對不起啦 我知道你是小孩子欸 來喝喝看嘛 喔 就跟你說這種飲料啊 藥都不能放在明顯地方齁 小朋友都會去拿來喝啊 有可可壞結局是怎樣 看日記吧 小孩子不能偷看日記喔 這樣那個結局會不會 4月7號 今天是和那個人結婚的正好 兩年的日子 0407是密碼 難得我精心準備了豐盛的料理 但那個人卻慌張的說 你現在懷孕了 就乖乖的不要亂來 哼哼 平時那麼沉默寡言的他 竟然如此的焦躁 看來他真的很期待見到你呢 媽媽也想要快點見到你呢 4月12號 最近一直不斷的下雨 到街上找豬產師的那個人 他沒事吧 那你有個這麼軟弱的媽媽 真對不起 在爸爸回來之前 我們一起努力吧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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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真的下雨 那個人還沒回來嗎 那個人是爸爸嗎 還是 沒有剛剛有 有人找我 好痛 哇好痛 點點 媽媽 欸這是媽媽的日記 那 欸 欸 為什麼 喔這個喔 嚇我一跳 打開了 得到了 維奧拉的 猜信刀 維奧拉 維奧拉不是魔女之家的女孩嗎 你好像有點像她喔 嗯哼 雖然這個猜信刀有點髒了 但或許可以用在哪裡說不定 猜信刀 大家覺得猜信刀可以用在哪裡 我覺得可以 呃 這是主動的 喔被動了 喔主動 OK 那猜信刀 這可以把它勾開嗎 不行 這個 打不開 這個女孩要可以暴怒的傾向欸 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點 啊 我被壓在櫥櫃底下了 全身感到非常疼痛 我會這樣就死掉嗎 這樣 好像也不錯呢 這樣一定 就能 再見到 這是第三個壞結局 請問有做好防針措施嗎 對嗎 一個小孩子只是在開門而已 開櫃子而已 就把自己壓死了 欸這個家很危險欸 怎樣啊 開信囉 沒有啊 這信不是開過了嗎 給了我很多洋裝 給了我很多髮飾 給了我很多的愛情 就連結婚的婚紗也 終於有一天 等一下我該不會是 等一下 我到底是小孩子還是 媽媽啊 欸這防針措施是怎麼回事啊 不要好 不要太危險了 拆信刀 欸這真的要探索兩次啊 每個東西探索兩次才會觸發事件 欸這真的要探索兩次啊 每個東西探索兩次才會觸發事件 所以 媽媽 她 有點 把女兒的形象放在自己身上 把自己當成女兒 又 又 偶爾回到媽媽的那個狀況 媽媽的 所以這邊還會有那個便利學什麼什麼的 會不會這樣 這不能再碰了 再碰我會死 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好像沒有事情做了 你是誰 這邊都一樣的 喔 得到某處的鑰匙 太好了 她剛剛是勾不到嘛 不過這是哪裡的鑰匙呢 呃 鑰匙那 又有個新的事件 開車吧 某處的鑰匙把抽屜打開了 手杖 手杖 我沒能敢傷 那一天 山路因雨色崩塌 我與助產師所搭乘的馬車被擋了下來 那時 正在陣痛的妻子 想必也十分痛苦吧 我與助產師一起回到家時 妻子打出瘋了 歡迎回來 親愛的 你看 健康的女孩子喔 妻子 面露如花般的笑容 抱給我看的 是我們最親愛的女兒 那 淒慘的失海 妻子 就像女兒還活著般的對待她 彷彿天真少女般的伴家家酒 帶著溫柔與微笑 讓一動也不動的女兒 西雲目睹 像她低語著愛 像小鳥一樣的唱著歌 我不知道 該對妻子說什麼才好 只能夠傻傻的呆站在那裡看著一切 你 你手上抱著女兒已經 呃 只是具屍體啊 這種話 我該怎麼對那面帶笑容 對那已經瘋的妻子 說呢 艾莉絲 我們無可取代女兒 那虛幻的消散 未誕生於世的生命 我們的希望 請安詳地睡吧 爸爸 我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沒在活著不是嗎 沒能敢上 我 我沒能出生 不對 我是 我是 我的名字是 燒起來了 哦 你要清醒了嗎 媽媽 愛因安安喔 對了 我是 我的名字是 不是海因嗎 好那我們知道我們的名字了 我名字是 艾莉絲 所以該不會這個結局 跟我們剛開始直接猜說艾莉絲應該就是一個結局吧 艾莉絲 莉在哪裡啊 這個星報什麼這個名字到底要怎麼取啊 誰會取這樣的名字啊 艾 莉在哪裡啊 喔莉 我們找不到四 喔 在這裡 對我們等一下來玩那個 一開始就是艾莉絲 我是艾莉絲 艾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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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沒錯 我是艾莉絲 和爸爸媽媽 一起 一直一直 感情很好的住在一起 幸福的女兒 艾莉絲 就是我 喔 這是普通結局 幸福的女兒 喔 她想起她知道一切了 她原來她根本就沒有出生啊